油價跌得這麼低 交通工具不是理所當然 應該要降價嗎 結果這個高鐵恐怕降價無望 而且一大筆幾千億的這個錢 是不是你我小納稅人 就要認了認賠了 去幫忙賠呢 高鐵財政改革案 被昨天立委封殺 高鐵確定3月破產 5月政府就得強制接管 恐怕要戳到明年的3月 才會有新的委外業者接手經營 這個也讓本來預估 4月要降價100塊的高鐵 降價無望了 什麼時候才能夠調降票價 現在根本不敢講 而且政府收買高鐵資金 要3900億 如果高鐵再提出 什麼求償金額高達3000億 加上其他的違約 抗變資產計算 全部哭啪啪 政府得要出7000億 全民買單的話 你我每一個人 都要負擔3萬塊 靠床是靠走道的位置 靠床 民眾趕著購票 高鐵員工看起來 市集似乎有受到影響 因為前一天 高鐵採改案闖關失敗 即將破產收歸國有 交通部長葉匡時 高鐵董事長也閃電請辭 大陸工程提告 贖回高鐵特別股 三省定業 高鐵3月就面臨破產危機 依照合約還有80天改善期 如果無法拿出392億 贖回特別股 造成重大違約 最快5月20號 政府就會強制接管 接著得在8月以前 完成資產建價和轉移 預計明年3月底前進行招標 才讓OT新業者承接 也就表示原本預計 今年4月調降票價無法達成 一年內要降價也是難上加難 很貴啊 對 如果跟客運 就是國道客運比的話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營利機構 你總共應該補貼它一部分 交通部推出的採改案 本來4月台北高雄 票價降100元 但採改案破局 降價無期 要是政府確定5月得收買高鐵 老百姓也得跟著掏腰包 除了3900億買價之外 交通部還因為發生 像921大地震 金融海嘯 或者短程差額補貼爭議等 三大不可抗力事件 讓五大原始的股東 可能提出高達3000億的求償金 加上其他違約抗變和資產 等於全民得付7000億 算一算平均國民一人 就要負擔3萬塊錢 雖然交通部強調營運絕不中斷 但是採改案破局 政府即將接管 7000億全民買單 立委提議勞動基金投入搶救高鐵 交通部強調不排除任何可能方案 當初政府號稱世界最大的BOT 現在看來格外的諷刺 這裡是BBC台北採訪報導